法院正副院長要取得台灣民眾黨黨團成員的支持 我看機會應該是 只差沒說出不可能 新惠奇民眾黨巴西針對大法官人事案先給夏馬威 正副院長幾乎不可能給過 其他五位提名人民眾黨團抛出司法十四問 大法官人事案藍白幾乎是擋定了 是國民黨的法學教授翁曉玲委員 說要提高大法官判決門檻 法學博士黃國昌連續兩天被問到都不敢上車 我還沒看到他的法條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進一步具體的評論 戀藍白和空間還是在開議第一天 才因為不滿原住民進法補償預算沒編足 聯手退回總預算 面對令民喊出要釋憲 白鷹開槍執政黨控制憲法法庭 請教賴清德總統 你在2008年當民主進步黨團幹市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提案要退回總預算過 雙標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主張是合理正當 是針對全面性的預算編列 國家應當因應金融風暴之後 是不是有虛估了新年度的經濟成長率 27席的民進黨沒有能力 也沒有退回當年的國家政府總預算案 所以黃國昌不要指路為馬 藍白金要進法補償 當初三途通過後 政院若覺得致愛難刑 怎麼現在才喊違憲 進法補償的預算來到52億 佔了原民會一年總預算的四成二 行政部門也啟動全面的預算說明跟溝通的作為 嘲笑野大跌惠奇在野砍預算當武器 綠營黨團有意事件反擊 傳出卓榮泰也打算先找在立委溝通預算 大師兄身段放軟就判能化解朝野對立 靜新聞眾所不斷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